大家好,我是老肉 说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 有个排行榜 排第一的之前说过了,就是蚊子 排第二的是人类自己 那么第三呢,就是蛇 不过其实来说 你想蚊子致命也不是它自己厉害是吧 是因为它传播的疾病 然后人类自相残杀呢 属于是物种内部的事 所以这么来看啊 动物界能称得上是人类头号杀手的 其实就是蛇 比如社会组织二三年有个数据 说全世界每年死于蛇的人数 大约是八万人到十四万人 导致节肢和其他残疾的 差不多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 其他所有动物加起来都没蛇多 就这么夸张 然后这些致死案例 几乎每一起都是被毒死的 都是毒蛇干的 说全世界一共有近四千种蛇 其中毒蛇大约七百种 这七百种大多数呢 来自两颗 就是眼镜蛇科和葵蛇科 尤其眼镜蛇科占到了一半以上 然后眼镜蛇和葵蛇相比 眼镜蛇明显毒性还要更强一些 杀伤力前十里面 它占了九个就很丽谱 而且来说 说眼镜蛇杀伤力这么强 都已经影响到其他动物演化了 从两栖动物到哺乳动物 包括人类也一样 都被眼镜蛇蹂躏过 这方面有几个研究还挺有意思 待会咱可以详细说一下 不过另外反过来说 说其实人类行为 可能也已经影响到眼镜蛇演化了 比如有些眼镜蛇 会把毒液喷射出去 搞远程攻击 有研究发现这个行为 很可能就是被人类逼出来了 另外还有就是蛇毒的话题 比如蛇毒都有哪些种类 它怎么起作用 还有能救命的抗蛇毒血清 是怎么来的 这都很值得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这期 那就来好好认识一下眼镜蛇 那么中文里眼镜蛇这个词 一般可以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生物学分类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眼镜蛇科 这科大约有55鼠360个物种 其中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 比如说眼镜蛇鼠 眼镜王蛇鼠 曼巴鼠 环蛇鼠 太盘蛇鼠 海蛇鼠 这些都是眼镜蛇科的 其中咱们这边 一个是中华眼镜蛇 也叫周山眼镜蛇 还有一个是银环蛇 也叫雨散结 这俩遭遇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毒性很强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说眼镜蛇科最大的物种 就是眼镜王蛇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 南亚 还有中国南部一些地方 眼镜王蛇目前记录是5.85米 跟蟒蛇一个级别了 在所有毒蛇里面 它们是最大的 然后这颗最小的物种 是澳洲南部 塔斯玛尼亚那边的一种蛇 叫白纯蛇 一般不超过40厘米 看起来比较小巧 不过它们也都是毒蛇 然后说世界上最毒的蛇 就是眼镜蛇科的 叫内陆泰潘蛇 分布在澳大利亚中东部地区 这种蛇咬一口释放到毒液 就足够能杀死100多个成年人 真的是非常恐怖 而且实际上 其实眼镜蛇科 几乎所有物种 都是毒蛇 都有毒 唯一的例外 是海蛇那边有个鼠 叫龟头海蛇 说它们的脑袋长得像海龟 分布在西太平洋这边 那么这些家伙 是眼镜蛇科 唯一没有毒的蛇 没有毒是因为 它们不需要捕猎 主要吃鱼卵为生的 有些鱼会把卵 黏在珊瑚礁上 它们平常就啃这个 也算是眼镜蛇科的一个另类 然后眼镜蛇这个词 还有另外一种理解 对应着英文的cobra 它指的是一系列 有相同特征的蛇 也就是它们那个 标志性的形态 上半身立起来 脖子那块扩展得很大 显得很威猛 这是它们对敌人的 一种威胁姿势 然后尤其是印度眼镜蛇 它立起来之后 脖子上像两只眼睛 中间还连着 跟戴了一副眼镜一样 所以才有了眼镜蛇这个名字 我后来呢 不管有没有眼镜图案 只要有这个行为的蛇 统称都叫眼镜蛇 而且跟眼镜蛇科 这个生物学分类相比 可能这才是大多数人 对眼镜蛇这个词的认识 那么有这个行为的蛇呢 多数来自于眼镜蛇科的 眼镜蛇鼠 鼠名叫Naja 大约有20来种 这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 这些眼镜蛇鼠的蛇 也叫Chucobra 真眼镜蛇 另外眼镜蛇科 除了眼镜蛇鼠之外 还有像是眼镜王蛇 唾蛇 竖眼镜蛇 顿鼻蛇等等几个小鼠 也有这个行为 习惯上也都叫Cobra 眼镜蛇 也就是说眼镜蛇科里 只有一小部分蛇 叫什么什么Cobra 是这个概念 那么说到这儿 经常有个小问题 小迷思 就是眼镜发明之前 眼镜蛇叫什么 这个呢 就得看俗称管他们叫什么了 比如粤语那边 俗称叫饭铲头 说他们像饭铲子一样 其实很贴切 感觉比眼镜好多了 然后其他叫法 还有饭驰蛇 饭驰欠 饭驰冲之类的 都是一个意思 我觉得都比眼镜蛇好 不过有一点要提一下 就是宝可梦的饭驰蛇 其实并不是以眼镜蛇为原型的 而是一种魁蛇 这个中文名呢 感觉翻译的并不是很好 多少有点遗憾 然后另外还有个事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 就是一条蛇有没有毒的问题 明天有个说法 叫三角脑袋有毒 原脑袋没毒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 因为三角脑袋识别的是魁蛇 魁蛇有毒是没错 但是还有眼镜蛇 眼镜蛇可好多蛇 都是窄脑袋 原脑袋 但是毒性比魁蛇还多呢 所以说一条蛇有没有毒 千万别看它长相 什么时候你都要尽量离它远点 别被它咬到 才更稳妥 那么根据基因分析 说眼镜蛇科的分化时间 大约是3700万年之前 在所有蛇里面算是非常年轻的 最晚出现的一步 所以虽然它们的毒性 是所有蛇里面最强的 但这个蛇并不是它们原创的 在它们之前早就有会用毒的蛇了 我们最早的蛇毒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也挺有意思 说其实它是从口水演化来的 蛇的毒性原本是唾液线 帮助消化食物用的 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了毒液 变成了捕猎手段 然后再一个说毒蛇的毒牙 也有个神奇的演化过程 咱们现在看到的眼镜蛇 葵蛇之类的 它们都有对标志性的大毒牙 长在口腔最前面 里面是中空的 像两根注射器一样 猎物体内注射毒液 看起来非常恐怖 效率也非常高 不过这俩毒牙当初的时候 可不长这样 说最早的毒牙 只不过是口腔后方的 不起眼的一对小牙 离毒线比较近 所以就当毒牙用了 而且当时毒线 也只能释放很少的毒液 行不成压力 再加上毒牙也不是真空的 毒液就直接从表面 那么躺下来 效果自然也就差了些 然后后来 有些蛇尝到了用毒的甜头 毒牙就开始慢慢升级了 首先毒牙的位置 开始往口腔前面挪 你想越往前 空间越大 毒牙的尺寸 也就越来越大了 然后再一个 毒牙的形状 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先是有些毒牙表面 出现了凹槽 这些凹槽 能起到给毒液 导流的作用 所以就演化的越来越深了 后来伸到一定程度 干脆就变成了一根管子 跟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直接扎进猎物体内 释放毒液 那可针就是一点都不浪费了 非常的完美 那么有了完美的毒牙 再来说蛇毒的成分 其实蛇毒的成分 特别复杂 经常能包含一两百种化合物 不过从毒液产生的 伤害效果来说 简单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神经毒性 这个起效最快 它可以阻断神经信号传输 引起麻痹和呼吸障碍 让中毒者有窒息而死的风险 你像是眼镜蛇科那些 比如说眼镜蛇 银环蛇之类的 都是以神经毒性为主 这是第一类 然后第二类是细胞毒性 或者叫血液毒性 顾云思议 这类毒素是破坏细胞和组织的 中毒之后会导致大出血 疼痛 肿胀 水泡 组织坏死 等等这些症状 严重的也有致死风险 像是魁蛇科的那些蛇 比如说百步蛇 竹叶青 龟壳花这几位 都是以细胞毒性 和血液毒性建成 那么一旦被毒蛇咬到的话 最能救命的办法 就是抗蛇毒血清 所以这血清怎么来的 应该了解一下 说最早的时候 是从缅甸获得了启发 眼镜蛇往自己胳膊上咬 说这样就能增加对蛇毒的抗性 就跟打疫苗一样 所以后来科学家就拿兔子做实验 给兔子注射眼镜蛇毒 从微量开始逐渐增加剂量 结果八个月之后 正常致死量15倍的蛇毒 兔子都没事了 就说明确实可以提前获得抗性 不过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咬 而且抗性一般都是针对特定毒蛇的 所以就不可能像打疫苗一样 提前预防的 只能是被咬之后 再注射相应的抗体来解毒 那么抗体在哪呢 就在超级兔子的血浆里 但实际生产血清用的不是兔子 一般是用马 因为马体型比较大 比较能扛 不过首先来说 先得有大量的蛇毒才行 蛇毒哪来呢 还好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勇士 特别勇敢 他们做的就是采蛇毒的工作 用来生产血清的蛇毒 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捏着那些剧毒的毒蛇 一条一条挤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有了蛇毒呢 还得感谢为人类生产抗体的那些马 他们不但要忍受蛇毒带来的痛苦 还得被一遍一遍抽血 也是遭了罪了 所以说抗蛇毒血清啊 是非常珍贵的 非常来之不易 当然也祝愿咱们所有人啊 永远都不会用得着它 那么眼睛蛇里有些另类啊 特别奇怪 叫射毒眼睛蛇 也就是说他们能把毒液喷射出去 远程攻击敌人 有些甚至能喷出去两三米远 就很离谱 所以这些蛇为什么能喷射毒液呢 诶 科学家们研究过 说一个是他们的毒牙发生了变化 针头那个开孔啊 变小了 然后再一个是毒腺周围的肌肉啊 会做出一个挤压毒腺的动作 就像给奶牛挤奶一样 所以才可以让毒液产生足够的压力 喷出去两三米远 是这么回事 不过这事奇怪呢 并不是奇怪在喷射原理 而是奇怪在喷射动机 刚才咱说了 说眼睛蛇的毒液是以神经毒性为主 得注射到敌人体内 它才能起作用 就这么撒到对方身上 其实没什么杀伤力 而且你想啊 眼睛蛇产生毒液 那也得消耗能量是吧 毒液其实非常珍贵 就这么跟滋水枪似的滋出去了 显然不太明智 所以科学家们就想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存优势 竟然让喷射毒液 这个看起来像闹着玩的技能 被保留下来了 得研究一下 那么首先一个 得先搞清楚毒液喷射出去 是怎么造成杀伤的 这个分析了毒液的成分之后 已经有答案了 刚才他说了 说蛇毒是多种毒素混合出来的 眼睛蛇虽然是以神经毒素为主 但它也有细胞毒素 研究人员对比了 涉毒眼睛蛇 和普通眼睛蛇的毒液 发现有个区别 是一种叫PLA-2的毒素 这种毒素的效果是什么呢 它可以提高细胞毒素 造成的疼痛感 然后喷射的毒液里面 PLA-2含量明显提高了很多 也就是说 它更容易引发剧烈疼痛 而且研究人员 还有个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涉毒眼睛蛇 它们喷的方向非常明确 它们就冲眼睛喷 用人脸面具测试的时候 它甚至能根据 眼睛的移动轨迹追踪这份 基本上每次都能 刺到眼睛上 看起来非常有目的性 那么这些毒液 对眼睛的杀伤 不但可以让眼睛剧烈疼痛 还可以腐蚀眼球 造成永久失明 虽然杀不死的敌人 但是震慑力还是蛮大的 通过把敌人吓跑 来达到防御效果 这就是涉毒眼睛蛇的目的 那么研究到这儿呢 科学家们还有个疑问 它们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选择压力 造就了喷射毒液的防御策略 有可能是人类逼出来的 因为从基因分析来看的话 这种策略在眼睛蛇科 至少独立演化了三次 一次是非洲的射毒眼睛蛇 一次是亚洲的 还有一次是唾蛇术 然后非洲那次的演化时间 大约是670万年前 刚好是人类和黑猩猩分道扬镳 开始使用武器那会儿 而且这事就发生在非洲 然后亚洲的射毒眼睛蛇 大约是250万年前分化的 也差不多符合 人类最早扩散到亚洲的时间 所以这才有了喷射毒液 是为了对付人类这么一个猜测 当然这个猜测 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因为在人类出现之前 没有任何动物 可以远程攻击眼睛蛇 眼睛蛇的防御策略 一直都是敌人近身的时候 才反咬一口 并不会主动出击 而且对于它们的主要天敌 像是蜜欢啊 猫幽啊 狐猛这些来说 你一口咬上去 它们都没事 自上点毒液就更没用了 所以不像是对付它们的 那么人类出现之后呢 要么手里拿着长棍 要么隔着老远丢石头 就搞得眼睛蛇很被动 这时候能把毒液喷射出去 就有优势了 因为突然这一下 很可能就能把人类吓跑 让自己存活下来 所以说 也许这就是射毒眼睛蛇 演化的动力 都是被人逼的 不过话说回来 相对于人类对眼睛蛇的影响 其实眼睛蛇 对其他动物的影响可能更大 咱接着往下说 有那么些两栖动物 长得很奇怪 它们既不像青蛙 也不像龙猿 反而像蚯蚓和蛇 细长形的 那么这类动物叫影猿 也是非常神奇的生物 回头会员专想 咱可以说一下 今天就不展开说了 今天主要说 它们和眼睛蛇的故事 那么影猿这体型 一看就知道 是吧 它们也住在地底下 所以对蛇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猎物 所以后来呢 研究人员发现个现象 就是只要栖息地 有眼睛蛇的影猿 不论是亚洲 非洲还是美洲 它们全都演化出了 对神经毒素的抗性 眼睛蛇的毒液 它们基本能扛得住了 然后唯独一个例外是哪呢 是西印度洋的塞什尔群岛 这些海岛 跟大陆分离的时间 大约是6500万年前 那时候眼睛蛇 还没演化出来呢 结果发现 这儿的影猿 果然只有它们 没有这种抗性 也就是说世界上 其他所有影猿种群 都是在眼睛蛇的选择压力之下 演化出来的 都被眼睛蛇筛选过 就这么离谱 然后同样的现象呢 也出现在灵长类动物身上 有研究测试过 灵长类动物 对眼睛蛇毒素的抗性 结果发现抗性最强的 就是黑猩猩 大猩猩 还有人类这个分质 因为这个分质 跟其他灵长类相比 最经常在地面上活动 自然也就更容易遭遇眼睛蛇 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事呢 还有个佐证 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狐猴 马达加斯加和塞什尔群岛一样 也是在眼睛蛇演化之前 就从大陆分离出去了 所以岛上的狐猴 从来没接触过眼睛蛇 然后结果呢 也不意外 它们果然没有任何 对神经毒素的抗性 这也就再次证明了 眼睛蛇的影响力 毕竟这种一口就能致命的威胁 对任何动物来说 都很难忽视 是吧 好了 关于眼睛蛇的话题 今天先说到这 其实眼睛蛇 可有很多物种 都是可以单独说的 比如说黑曼巴 比如说海蛇 还有眼睛王蛇之类的 而且奎科 莽科 然科 也有不少狠角色 反正今年蛇年 来日方长 以后找机会再说 然后顺便呢 也给大家拜个年 就祝大家蛇年大吉 万蛇如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